这 这是菜吗 这能给人吃吗 这是菜吗 这能给人吃吗 这张爷给的 他说只有这些了 谁 你们跟我走 叫人给贝勒爷 请 这不是贝勒爷吗 贝勒爷 是不是他 就是他 张东官 叫人在 张东官你胆子也太大了 你是不是以为本贝勒爷真的不敢教训你啊 叫人不敢 你已经敢了 来人给我拖下去先打二十大碗 别别 咱有话 你要打我的话先得把话讲清楚 先得给我个理由吧 给你个理由 好 我给皇上办寿宴 你是什么胆子你就能拿出那个破烂菜 破烂菜帮子来糊弄我 贝勒爷 是受害受公告 什么 有大铁锅作证 我不知道 我不管你们是怎么回事 反正烂菜是你给我的张东官 把张东官给我抓起来 别 这跟他们俩也有关系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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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谁都不放 我哪都不拒了我 我问你张东官 闹够了没有 没有 我告诉你 再闹的话打你个皮害肉蛋 你打你打也没用 打也得先找皇上评理 大家都是自己人 这就是我们是吧 你们几个 我看出来了 你们全都是一伙的 最会吃里爬外了 这谁跟谁是一伙的 你还说我吃里爬外 你给我放手 我不管你了我 那你不拽我呀 干什么呢 皇宫大内大声喧哗 你们想犯上作乱 你快放手 你别拽我 废了爷 您在这儿呢 朵海 怎么回事 盛大人 奴才冤枉啊 都是张东官 他胆大妄为 盛大人 您可是内务府管事的 今儿个您要是主持公道 也就算了 要不然的话 我非见皇上不可 放肆 皇上日理万机 你个小小的厨子 能想见就见吗 皇上再忙 他也得吃饭不是吗 可有人要害皇上 吃不上饭 皇上可就得见了 什么 你把话说清楚 是谁要害皇上 就是他 让我用又烂又黄的破菜叶子 给皇上做菜 盛大人 奴子没有啊 您别听这小子胡说啊 胡说 贝勒爷 您说说看 今儿我给您的那筐的菜 能吃吗 您 您问我呀 那菜简直就是喂猪的 盛大人您都听见了 我给贝勒爷的菜 就是受害他们发给我的菜 哼 他们几个都是正人 我知道 他们听说皇上让我掌管御膳 房心里不痛快 所以处处刁难我为难我 拿这么烂的菜叶子发给我 让我给皇上和娘娘做菜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欺君 这是罪该万死 就该千刀万剐 该下十八层地狱 盛大人 奴子没有啊 您要给奴子做主啊 够了 贝勒爷 您是皇亲国戚尊贵级的身份 别跟这般五彩一般见识 刚才我出来的时候 看见了盐亲王 他老人家还问你耐着 时候不早了 您还是先回去吧 张东官 我告诉你 咱们没完 不像话 现在都什么时辰了 皇上马上就要传善 你们还在这扯皮磨牙 如果误了大事 个个都是死罪 升大人 我不回去 反正都是死 要死也得把话讲清楚 说还 那我猜猜 眼下这御膳房 是归张东官管的 但这进菜贡菜还是你带皮 今天这事的事一飞 人就不说了 往后再出现烂菜叶子的事 我拿你试问 哎呀 升大人 你可真是包擎天在世啊 你可真是个大清官啊 正宫 你都听见升大人说什么了吗 听见 听见了就要记住 今天看在升大人的份上 饶你一次 下次别再犯了 都回去干活吧 是 升大人 哎呀 嘿 今天亏了是我在这儿 要不然 不知道你得惹下多大的麻烦 大铁锅 哎 锅大人 大锅的 大锅锅 嘿 我算是看清你了 以前我一直以为你只不过是个黑不溜秋圆不隆咚的死胖子 今儿我才发现 其实你不光是个黑不溜秋圆不隆咚的死胖子 而且你还是个这么坏的黑不溜秋的圆不隆咚的死胖子 你再回一遍 你再说一遍 太长了我不说了 你把朕的皇宫当成菜市场了 臣不敢 嗯 堂堂的一个贝勒爷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上前前道去 打架骂街那是娘们儿的行径 皇上 您说粗话了 你不要老是着眼小事 婆婆妈妈跟个张东关计较个没完 皇上 臣是在为您的寿宴做准备啊 这在臣的心里面 这是最大的事啊 哼 皇宫里出了烂菜叶子了 当然是大事了 就是 这是大不敬啊 是大不敬 那咱们应该处置张东关跟寿海啊 所以不能处置张东关 您 您是说不能处置张东关 没错 千里之地毁于乙穴 御膳房就是乙穴 乙穴 乙穴 非要利用这个契机 好好地整顿一下内务府 作为君子要先齐家 而后治天下 皇上 那整顿内务府 跟那些烂菜叶子有什么关系啊 关系大了 这有赈灾 内务府说拿不出银子 可是后来不是把那些赈灾款 都给发放了吗 佛罗柯啊 你也真该多长几个心眼啊 皇上 臣 臣觉得臣不笨哪 所以啊 朕想要你和张东关 一起做这个倒穴之人 皇上 皇上 怎么什么事都让我赶上了 又是这个张东关 陆海 怎么样 盛大人 都无点好 那就好 剩下的 要等皇上过目之后才能入库 这是李丹 这是李丹 很好 拿去存的 是 朗海 最近各地给皇上祝寿的贡品都录西道经 你们仔细着点 别磕了碰了的 保泽吃不了兜着走 喳 多谢大人 大人尽管放心 既然现在连生大人都不肯照应这奴才们 奴才们自然得担着十二分的小心 看来你还是为张东关那事气不愤 奴才不敢 做事也不动脑子 他真要是把那些烂菜做给皇上吃了 你这个总管逃得了干系吗 如果真是捅了大娄子 你以为我还能找得住你吗 不过 我想他不敢把事情弄大吧 可他就是敢了 大人教训得极是 奴才得好好想想 总之 不能让那小子在御战房一手遮天 记住 小心是那万年船 皇上弄了那么个小子过去 没事就好 谁有事的话 这事不然 这麻烦了 要不然 走走走走 好好好 别说了 走走走 张爷 张爷 我 我 皇上找我 不是不是 皇上已经用过膳了 现在该咱们吃饭了 那吃吧 您的饭菜都已经准备好了 您是在这儿用还是回去 回去干吗 在这儿吃吧 是是是 来呀 赶紧把张爷的饭送上来 这么多菜啊 我一个人吃啊 是是是 您现在是咱们御膳房的头 这都是按定力给您做的 什么叫定力啊 就是老规矩 老规格 您看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我知道了 那既然是老规矩 为什么从现在才开始呢 你小子欺负了我这么长时间 现在想拿一顿饭来打破我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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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帮孙子王八蛋 看到我跟寿海 跟福贝勒闹了一场 就知道我张大爷不好惹了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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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爷小兄们有眼无珠 还请您多多照一 行 算你有眼地儿 只要你们承认我是你们头儿呢 这就行了 以后只要听我的话 我就是你们大哥 就照着你们 懂不懂 懂懂懂 行了 把哥儿几个叫进来 一块吃吧 是 是 这位爷 辛苦辛苦啊 这不是瞒公公吗 这么晚了不回去睡觉 跑这儿干吗来了 不瞒您说 皇上突然想吃寻常农家的家常菜 可嫌这景德镇的瓷器也不般配 受公公急得呀 都快急破头了 突然想起咱们仓库里 还藏着一套 黄羊木的餐具 正好合用 我也只好跑一趟了 餐具不是都放在你们库里吗 我找了 没有 我查了册子 发现上次大宴之后 也找到这边库里来了 真麻烦 得了 有上面的条子吗 有有有 来 做得可想知道 你确定要帮助 考虑 帮助 时 在哪里 要去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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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利就好 我也不想啊 这都是因为皇上 哦 得得得 简这样 您忙您的 等我改日一定到府上拜访您 好 快点 快点 快快快 所有的菜都往这边掉 锅子端过来 锅子端过来 快点 你干嘛呢你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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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铁锅 把茄子拿过来 好 大铁锅 把茄子拿过来 好 茄子 对茄子 好了 好了 大铁锅你成亲是不是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呦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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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我没事儿啊 没事儿吧 张东官 呦 贝勒爷 您大驾光临有事儿吗 废话 没事儿我找你干嘛 对不起 御膳房重地 闲人勉劲 张东官 我真有事儿找你 好吧 既然你找我是真的有事儿 那咱们就出去说吧 这料放哪儿了 干了干了 好 拿过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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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你巴巴地跑到这儿来找我 有什么事儿啊 是要菜呢 还是要饭呢 你怎么说话 你才要饭 你这个人动不动就发火 没法跟你说话 别走 好 那你别发火 我不发火 我问你 这御膳房的事儿 你打算怎么查呀 你怎么知道这事儿了 谁告诉你的 这个 这你就别管了 好 你也别说 我也别说 咱们俩谁都别说 我告诉你 我还就不知威逼地有这一套 臭美什么呀 真不知道皇上看上你哪一点 我知道了 是皇上告诉你 是 又怎么样 你看 黄老哥还是对我好吧 难怪你不敢为难我 原来是怕黄老哥打你屁屁 对不对啊 不对 你别生气嘛 现在我们大家已经算是自己 要京城合作 去啊 公公 这是这个月孝敬您的 连上次您买的东西 结余酒粮一并算在内 一共是三百五十两 老规矩 这是你的一份儿 谢谢公公赏赐啊 这东西你给处理了 嗯 叶明珠 开眼吧你 不是咱家照顾你 你这辈子能见着这种宝贝 是是是 小的真是开了眼了 你先重新做个盒子装它 原先的盒子是用明皇衬笔 明眼人一看 就知道是皇家的东西 东西要收好 一定要隐蔽着点 您放心 小的这儿没有外人 嗯 好 我走了 东西一脱手 马上通知我 恭送公公 您慢走啊 这是这个月的余额 有两处的钱还没收回来 不过说好了 下个月一并缴纳 大人要是没有别的安排 奴才就先行告退了 嗯 等等 大人还有什么吩咐 周海 最近御膳房那边有什么东西吗 好像没什么 你们近期得收敛一点 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奴才知道 不过大人请放心 上面的想查都无从查起 我们把假账都做好了 小心总不会错 总之做事 手底下要干净点 是 奴才会注意 李大叔 李大叔 您别再喝了 你别管我 您 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我叫你别管我 你已经喝醉了 把杯子给我 我没有醉 我想喝 大叔 我知道您心中有事 生意做得好 也没见您开心过 开心 我早就 不知道开心是什么滋味了 可喝闷酒也不是什么办法 说出来 大家可以商量商量 能说吗 说出来 是要杀头的 到底什么事 真的不能说 好 大叔 你小心点 没事 你们呀 你是个好姑娘 听大叔一句话 这人哪 他就不能走错一步 一步错 五步错 大叔 我扶您回屋休息吧 别喝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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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公官 喜梅 喜梅 你怎么来了 你别着急 别着急啊 有什么话怎么说呢 你知不知道你们宫里头有个叫蛮公公的 蛮公公 是不是蛮二啊 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可是我发现 他经常到我们店里来买些鱼翅 鲍鱼之类的干货 那应该是我们御膳房的人呢 大概就是蛮二吧 怎么了 我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可是 好像旅机跟宫里的生意做得挺大的 可李老板 却也成天心事重重的 一天比一天忧愁 还有啊 我发现了一件宝贝 什么宝贝 叶明珠 叶明珠啊 嗯 真 真的假的啊 我从来没见过叶明珠啊 你带我去看看 哎呀 又不是店里的东西 还有啊 我发现这个叶明珠的盒子 反面有个供子 有个供子 有个供子 什么意思啊 就说这东西啊 是宫里的 你是说李老板偷了宫里的东西 不是李老板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东西应该是蛮公公 拿给李老板的 等等等等 你是说 蛮二他偷了宫里的东西 送到你们李继李老板那儿去了 这可是个天大的案子 要是我揭发出来 皇上必定会重重地赏我 哎 想什么呢 哦 我是在想啊 这事要想查清楚 也应该容易得很 因为我跟那个蛮儿挺熟的 要不然我回去问问 嗯 哎 等一下 怎么了 这事情还没有根据 你说话小心点 别没问什么 先把自己搁进去了 你还是这么关心我啊 说什么啊 走了 哦 那我先走了 大铁锅 大铁锅 哎 大铁锅 大铁锅你醒醒啊 大铁锅你醒醒啊 哪有大白天睡觉的呀 干嘛 问点事 咱们宫里是不是 就只有一个蛮公公啊 对 你保证吗 保证 没有蛮衣 没有 你没有蛮三 没有 你肯定吗你 大爷 讨厌 讨厌 你不要等我睡觉好不好 快走走走 好 叫大爷 大爷 哎 我是你大爷 好 你也是我大爷 张爷 回来了 这是要用的肝果 不着急 你把东西放下 坐下 我有话要跟你说 是 蛮二 张爷 蛮二 张爷 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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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爷 咱们俩是哥们吧 是哥们 好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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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那你把你跟李继的事跟我说说吧 什么李继 别客气 多说来听听 我真不知道什么李继 那你那些上等的鲍鱼鱼士人参路绒面窩干贝都在哪买的呀 哦 您说的是梁继吧 我向来在前门外的梁继采办这些东西 不信您可以查我的账啊 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可以对天发誓 瞒公公 说公公请您过去一趟 张爷 那我先走了 什么 张东官真是这么问的 是 正好公公您叫我 我就跑来了 他是不是闻出什么味儿来了 不知道 应该不会吧 得小心 那东西出手没有啊 还没有 还没有 先把那东西拿回来 不能露出任何破绽 只要没有证据 咱们就来个死不认账 快恭 彭琛 坤彭琏 出品有套 拿来要用了吗 没有 我一出宫就感觉情况不对 总觉得身后有人盯着 所以我没敢去理计 转了一圈就回来了 看清是哪个人了吗 没有 但是我肯定有人跟踪 有人跟踪 你出去吧 但是不要出宫 也不要乱走动 知道了吗 那李老板那边 必须让他紧紧地闭上他的嘴 可怎么通知他 万一 没有万一 在我这里没有任何万一 什么人 爹 舍 干 把釣 张总 走 大叔 这 谁是谁 别说声 我问你 玉染王在哪 玉山 玉染王就在隔壁 玉染王的人住在哪 玉染王的人就住这个院 坤娘 你是劫财还是劫负责 少废话 张东官住在哪 原来你是中着他来的呀 快说 少废话 就在隔壁 张东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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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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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声点 你怎么进来的 我特地来找你的 吓死我了 如果有一天后张东官死了 肯定是被你洗眉吓死的 找什么事啊你 店老板和伙计都已经被杀了 啊 我刺伤了一个刺客 从他们身上 调出了这个东西 嗯 这是宫里人干的 对啊 他们在店里边到处乱找 我想 他们是来找一名猪的 是他们找到了吗 没有 哇 叶明珠啊 我第一次看到啊 这要是让美美看见 该多高兴啊 哪来吧 多看一眼又看不坏的 事情重大 要不要告诉皇上 那当然得告诉了 倒卖公平 而且还杀人灭口 这事让皇老哥知道 还把他气成什么样啊 那我们怎么才能见到皇上呢 要不然 今天晚上你就待在我这儿 等明天天亮了再想办法 也好 我奔波了一夜 也真有点累了 你去哪儿啊 我到外面休息啊 不用不用 我 我睡外头 你睡里头吧 不必了 要不然这样吧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你看我这场坑也够大 你睡那头 我睡这头 我们俩也挤一挤 你放心 我绝对没别的意思 不用了 那你睡在外面 我睡在里面 三更半夜孤男寡女的 你真的就不怕我出来吗 我不怕 我有刀 抓 抓 抓刺客 抓 刺客 抓刺客 怎么办 怎么办啊 别慌 看看顿你再说 抓刺客 快啊 别在这儿站着快救张东关哪 要不然他一会儿就背命了 来 我先到外面看看 你在里面等一下 小心点 抓刺客 抓脑 抓刺客 来 抓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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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刺客 抓刺客 一个人 你要杀你 拜托啊 做梦有点创意好不好 别老杀来杀去那么血腥 大舞 八成梦那个女刺客吧 穿着个小红砍尖吧 身材特好 长得特漂亮吧 两眼睛圆圆的吧 你做梦娶媳妇呢你 走了 散了 散了 走 散了 血腥一场 散了 不得 要我刺客 盛大人 这回 您得帮奴才啊 这李记的漏网之余 说不定是个大祸害啊 那姑娘是什么人啊 奴才已经派人查过了 据说是叫吴喜梅 从朕将来 没人知道她会功夫 朕将 吴喜梅 是 我听说皇上下江南的时候 有个女刺客好像就叫吴喜梅 她身负武功 数次刺杀皇上 可皇上不但不怪她 还刺金返乡 不会这么巧吧 但愿不会 那奴才怎么办呢 臣住气 只要他们没有证据 我想他们是奈何不了你的 是 这段时间里得给我小心点 别再捅出什么娄子来 喳 奴才先行告退了 去吧 是 是 赤山 大人 赶紧把过去的账目重新再整理一遍 该平的平该产的产 快去 好 等等 把由我手笔的单子都抽出来烧掉 特别是跟寿海有关的那些 去吧 是 站住 这里不能走 两位侍卫大哥 不好意思啊 一边走路一边想事 不知不觉就走这儿来了 少说废话 赶紧离开 是是 我这就走 是不是皇上还在里头呢 皇上一驾畅春园不在这里 那他老人家什么时候 回来啊 不知道 快走 奇怪 不可能 难道 我真的是发索吗 大铁锅 东官 你没事儿老在我门口瞎转悠 你干什么呢 不是不是不是 东官 你说我明明看见了有刺客 不是 你说有没有刺客 有啊 在这儿 你 你就是刺客 你老在门口转来转去的 是不是想杀我啊 不是啊东官 难道是 难道是我仨医生了 你以为呢 哦 那我还真得回去好好去 赶紧 哎呀 不 东官 哎呀 有刺客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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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怎么办啊 我看你索性就在这儿待着了 反正 皇上早晚要回来的 你迟早都会见到的 嗯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可不是吗 张爷 胡贝勒请您过去一趟 啊 这儿就来了 哎 你在这儿别乱动 我先出去看看啊 我把门从外面锁上 来了来了 你们大家都听仔细了 皇上寿宴的菜是已定 你们要记住备熟 首先是干果四品 蜜饯四品 前菜大好山河六碟 抬起 怎么回事 张东官 我跟你们大家可说好了 这次寿宴的各种菜式 不仅要讲究色 香味俱全 而且呢 还要强调造型 这可是皇上的大寿 菜一端出来 就要让人觉得喜性 新奇 我这儿给你们做了个样子 来人哪 你们好好学着点儿 这道 海鲜黄瓜卷 丁香牛斩 酒醉冬笋 松仁香菇 金钳鸡腿 水晶虾仁 哎呀 感情皇上过寿担 就吃这个呀 张东官 你到底要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就是觉得 皇上一年才过一次寿担 这个吃冷菜 也该吃起饭好一点的嘛 你看不上这几样小菜啊 哎 我觉得普通了点儿 普通啊 那你就尝尝这几样普通的菜吧 我不吃 不就是黄瓜和冬笋啊 今天可由不得你 你要不吃的话我让他们喂你 好好好不用不用不用 不就是吃黄瓜嘛 不用费咱们大家 我吃还不行 这 这这这这这这 这是黄瓜吗 你不相信我 还不相信自己的舌头吗 这种味道 咸鲜甘醋 超凡脱索 果然是极品中之极品 越是简单的菜式呢 越能体现出一个厨师的功夫啊 你身为江南名厨 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啊 贝勒爷 我错了 这回服了吧 服 我太配了 张东官 你又要干嘛 贝勒爷 来来 走走走 贝勒爷 您呐大人大量 千万别跟我计较 好不好 以后 你少给我捣点乱 一定一定 我一定全力协助您 把皇上的寿宴办好 你这还像句话吗 贝勒爷 能不能把这几道菜交给我呀 想学了 可以呀 坐过去点 张东官 你想学不要紧 不过呢 咱们得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把这六道菜交给你 你再交给我六道菜 陆家菜 那不行 陆家菜是从来不外传的 不交算了自己琢磨去吧 别别别别 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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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着 你呢教我六道凉菜 我教你三道热菜 想什么呢 六道菜换三道菜 不是你想想 你教的是凉菜 我教的是热菜 想想看 热的呢 陆家菜 这也算合理啊 成交 成交 现在动手 海鲜黄瓜卷 冰香牛斩 酒醉冬笋 松仁香菇 水晶虾仁 金钱鸡腿 我的这六道菜齐了 现在赶紧教我了 那我就教你第一道八宝豆 这道菜我会 改别的吗 那教你第二道 宫门献鱼 不 这道菜我也会 还有你那什么荷包里的 这我都会 换别的 咱们全都会 你偷学我的菜 没有 你这三道菜都做了好几次了 笔贴实都记得清清楚楚 可是未经本人允许 就偷看别人的菜谱 那就是偷啊 我不管你怎么说 反正你得换菜 换什么换 我三道热菜 你看你全都学会的 换什么啊 我们俩扯平了 张东官 你换不换 不换 我这六道都做完了 你这不耍无赖的吗 我明明自己是小偷 你无赖 你小偷 你小偷 你不说了 我教你最后一道菜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嘛 唐满西红柿你学不学啊 学 什么 不学拉倒 张 张东官唐满西红柿我又跟你学 这死张东官又把我给耍了 啊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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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美 美美美美 师父 我好想你